家庭八点档转转发现爱 你会不会有的时候坐在那边 就突然回想到你学生时期的岁月 你那青涩的脸庞 那个单纯的心情 有很多很多的青春都留在了那边 对很多人来说 学生时代真的相当的特别 而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 所谓的男女分校 曾经在有一段时间以前 分校是很正常的 尤其是所谓的第一志愿 所以你曾经读过所谓的男校 还是女校吗 那男女分校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那因为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 所以要来分享一下 觉得自己在那一段岁月当中 曾经吸收到的养分 还有曾经的叛逆 很多事情你以为防得了 但是其实正如其反呢 好吧 来 我们今天多一点点仙气 在摄影棚当中 欢迎今天来宾 右手边的是三位女生 都是来自女校 第一位是女校代表李轩荣 好 大家好 怡婷姐好 你好 我们欢迎艾宝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艾宝 小甜 大家好 我是小甜 我们最有仙气代表的男性专家 两性专家曾亚晴 仙气 OK 然后今天就是另外一位男性代表 男校代表 我们欢迎苏子鹏 怡婷姐好 大家好 我是子鹏 OK 刚刚那个开场白 有没有就时光岁月吗 我们要倒退比较久 对 他们感觉 只是就在眼前不远而已 好 所以我们来一个圈叉题 请问当初读男校或女校的时候 你觉得是进入天堂 还是衰入地狱 我有做思考 你如果觉得是进天堂 就麻烦圈圈牌好了 好不好 然后你觉得说 哇 接下来我都要跟我同一个性别的人在一起 我的妈呀 那请举叉叉 好吗 来 请举牌 苏子鹏先生 你来过我们节目最多次了 不可以一半 学弟 快点 好了 好吧 正确 真的吗 好 只有爱宝跟小甜觉得不是好事情 没错 来 请放下 那我先形容一下嘛 小学一般来讲都是男女合校 很少看到男女分校 对不对 初中 也就是所谓的七年级到七八九九年级 也大概都是男女合校 没有 我也是读男校 我也读男校 你初中初在读男校 对啊 六年男校 六年 我们叫和尚学校 和尚学校 但你还是觉得OK的 OK啊 很好啊 很好玩啊 好 来 轩蓉 我们看一下你的照片 然后告诉我们 这是哪一所学校 然后是怎么进去的 诶 这是小绿绿 大家俗生的小绿绿 北英语 就是以成绩 进去 对对对 联考 对 那其实那个时候 就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第一志愿嘛 其实我从国小的时候 就觉得说 自己希望成绩好 可以考到 梦想中的小绿绿 所以以前 其实这个是拍那个 算艺术照 那个 那个 我们那个年代 没问题一下那个年代 对 就是会特别去拍一个 就是快要毕业的时候 会去拍沙龙照这样 穿制服 对 然后有稍微就是 再把那个裙子 往上 不敢讲太多 一折而已 这个我都可以分享 因为我们的裙子 那时候是规定要 膝盖下面 可是我们女孩子都知道 其实膝盖上面 一点点比较好看 那个比例 修饰对不对 有没有 所以呢 女生就会趁教官不住 你们还有教官吧 有有有 我们这教官不住 我们就往上卷 对 来的时候就再 对 然后一看到有教官 一扯就下来了 懂不懂 然后呢 头发可以留这么长了 对 我们那个时候是规定 一定要就是 膝下巴上一点点 头发要短短 我是国中才有法径 然后所以到高中的时候 超开心的 就是终于 因为我以前有自然卷 终于可以烫 那那个时候的离子烫很 很流行 对很流行 但是又很死 艾宝你们以前也没有法径了吗 小田都没有 有有有 耳下三公分 耳下三公分嘛对不对 好 ok 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 所以像这么长啊 根本就看不到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你们衣服都不用塞进去 哦 这个是有巧思的 为什么 其实以前我们的上衣都会 长钢丝 而且那时候还是 我们没有钢丝 没关系 是细细的钢丝 就是把它缠在那下面 然后让你这样 其实我是没有折进去的 它是这样的时候 它就立马是 看起来好像是 对 把它这样子拉出来的感觉 对 以前就是 我们以前要塞 然后要看到就是 都拉平平的下去 还有皮带对不对 没有 我们没有皮带 北韵女没有皮带 中山有 景美也有 你们念的不是不同的北韵女啊 因为我以为是以前的有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建宗有 而且我以前喜欢研究 男校的皮带 你们男生的制服不是都是卡基色吗 对不对 卡基嘛 可是建宗跟别的学校不一样 在哪里 它不是 它的皮带的颜色 不是黑色的 对 它们是米白色的 所以你远远的看 对 你看 女校绝对没有防止我看男生 没有做到 真的啊 OK 好 爱宝 是 你刚刚讲说 你觉得进女校是 像地狱 下地狱 对 这么可怜 为什么 因为我的国小跟国中 都是男女和小 对 然后正到高中的时候 就是正爱漂亮的时候 然后正喜欢化妆跟打扮的时候 所以我的父亲就竟然 希望我跟我姐姐同时进入女校 然后因为他的 他的观念是比较传统一点 他是说为我们好 他说因为他觉得护士啊 是铁饭碗 之后出去都找得到工作 这句话也是真的 对 其实这句话是真的 但是 对于那个时候的我们来说的话 就是晴天霹雳 什么 要进入女校 我好不容易正想交男朋友耶 18岁了对不对 对 对 就正想说 可以来好好谈一场恋爱的时候 进入女校 全部都是女生 我是高中的时候 读女校的 然后读三年 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记得这个时候是 我们的女校的第一次的加冕 就是护士的加冕 对 南丁格 南丁格 对 他就会有一个传承 就是我们今天已经 你已经可以正式去做护士的行业 然后他就会 每个人就会要加冕护士帽 就是由学长学姐 然后老师 就是带这个护士帽给你 就是带在头上 然后每个人点蜡烛做宣誓 对 其实那时候是还蛮热血的 那个时候对 护理蛮热血的 对 然后而且其实在女校 大家的感情都非常好 对都非常非常的好 对其实我觉得是 其实蛮好玩的啦 是 当下觉得不好 可是念了以后觉得 爸爸的选择是对的 对 当下爸爸是希望我不要谈恋爱 但是呢 过程呢 并没有成功 对 并没有成功 所以我还是有得到 爱情的滋润 女校绝对不是阻扰他们的一个 对 不可能有任何障碍的啦 OK 谢谢 来 小田 看一下 这是我 国中的时候 OK 那那时候因为小学其实 真的很开心 就是我在小学其实 有点像风云人物 也会参加话剧社啊什么的 所以一到国中 因为爸爸希望我 变得更有气质 对 更女孩子 所以就希望我 我去念女校 OK 但殊不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课业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我几乎每天凌晨四点 都起来念书 对 条闹钟起来念书 对 因为每天都有小考 各种小考 英文 国语 什么理化各种 你是住宿舍吗 没有 我住家里 是住家里 对 我离家非常近 OK 就是我可以七点二十 我都穿着制服睡觉 然后起床 刷个牙就 你真的是这样子啊 我真的很懒 我有听过 我觉得都是传说而已 真的 我要把时间留下来给念书 对 我真的没有时间 什么外表什么的 没有 对 就是穿着制服睡觉 对 然后就是隔天起床就 刷个牙直接去学校 五分钟就到了 压力 你是因为同学之间都太优秀了 所以压力这么大 对 她们真的太厉害了 对 尤其我们身在普通班 更要去注重成绩 不然真的会被老师骂 对 对 那这是 我那时候剪男生头 很可爱啊 我觉得很丑 因为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 比较帅气的女生 会比较受欢迎 所以我们就想要模仿 对 我们漂亮女生 这个是你帅气的定义吗 但是 有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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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帅帅帅 对 就是尽量希望可以 就是有点帅气的感觉 可是还是没有 因为学校不准我们剪太短 对 剪太短会被处罚 会被寄过 但是又不能留太长 就很尴尬 最长那时候 博山已经差不多可以 有一点点集结了 那同学 对 那我 对 那这就是一群女生 对 接下来我们来换志鹏 先看照片 这是我 以前的样子 可爱 可爱吧 好 你们通话也可以留成这样了 对 那就是日本文化里面的那种 对 因为在我们这个年代 没有法晋 你知道 我知道 他这样讲这句话 子鹏每次来 我们就算不讲年代 他都会讲年代 因为我刚刚就在想 今天应该是三代同堂 一手可以三代同堂 对 他三代哪 三代 就 祖父 妈妈跟女儿 对 好 你胆子越来越大 没关系 好 来 请说 我读六年男校 对 然后其实 当下念的时候 其实以前因为我觉得 就是男女分校 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刚刚举 这个全是当下 对 你是很开心的 我是开心 可是如果你说现在的话 我是就如果重新选 我想读会校 为什么 对啊 因为我读了 那我到大学 哇 所有人都有女生的朋友 读男校没有耶 除非我们要跟其他学校的女生 要去联谊 联谊 对 但我们在南部 就比较 你们南部没女生 有啊 也有女校啊 要保守啊 要保守 要害羞 对 我们学校 有那种少数的美术班 然后就一班 大概就十几个 哇 然后我以前 每天中午 我们就一群 然后我们就爬在楼梯看 就美术班的要去吃饭 然后哇 就看她们走下去 你们有一班美术班 就一班 所以她是全校 所有男生关注的 标点 对 但是我觉得男校很好 是不用顾形象 因为我们都是男生 所以一群臭男生 臭在一起 超臭的 就里面就汗臭味啊 然后有时候不穿上衣啊 不穿鞋子啊 然后打球 在教室乱叫啊 可是要走去教室 会经过美术班 哇 注重形象 对 然后戴好口罩 然后过去 然后明明想要偷看 但故意不看 让女生看我 我国中也难笑 然后高中也难笑 我国中毕业那一年 我们国中变混笑 我二中毕业那一年 二中变混笑 所以我觉得 你觉得教育副故意的 对 故意的 对 子朋友要毕业了 滚笑 对 好 继续 杨晴哥 你也是念男校 对 建宗 建宗 然后国中的时候 我念徐慧 我从小就一直念私立的 然后我在基隆念 没有 然后他们就来 然后就会做一个考试 一考试就说 你可以来念我们学校 就去念 然后去念住在学校 我们全部几乎都住校 这就很好玩的事情 就会发生了 如说附近以前都是田 对 然后旁边都是工厂 我们全部几乎都住校 这就很好玩的事情 就会发生了 如说附近以前都是田 对 然后旁边都是工厂 好多女工 女工宿舍就在我们旁边 跟你说国中才会抽看 太多好玩的事情 专家果然不一样 对 然后会去念建宗 实在是不得已 都是男生 又都是男生 对 男生就会有很多游戏 旁边就是 工厂 旁边工厂就是北一女 对 不是工厂 建宗附近就会有工厂 就在旁边 有个母校 有母校 这边有工校 那边有母校 原来是真的意思 都是母校 那时候北一女的女 那个校庭可以去参观 哪一天 不知道 北一女校庭是 12月12 那一天是最热闹的一天 因为男生都来了 是学校大解禁的日子 有 那个铁门那天是打开 然后男校建宗是12月7号 如果我们每个礼拜都欢迎你们来 我知道 难怪不记得 他们的大门都散开的 对 而且永远真的有人来 真的 他们有那个什么 合唱团 练习 他们都会来练习 对 我们都会看 来 有机会 青春嘛 而且坦白讲 我觉得这个年纪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 已经不再是小朋友 对 然后所有面对未来的这些 好像各个方面都长成了 然后脑袋也开始 注意到异性 对 去年曾经呢 建宗有建议说 是不是以后未来 建宗北一女的校庆可以一起 一起 好像有听到 有没有 你们赞不赞成 你们觉得女校应该跟男校一起拜校期吗 赞成 好玩 赞成 赞成吗 赞成 赞成 可是好像被打了退堂固 还谁聊 好像还没有 对对没有通过这样 那时候为了要搭车 因为都是大公车上台 对啊 对啊 就特别 明明就不是应该走这条路 就特别走到北育林那边 再绕去中华路 是不是 是 而且为什么我们下课的时候 就会看到有建宗的在门口 真的 你们是很少下课对不对 对 为什么都 对啊 为什么每次校门口全部都是 感觉上你们男校比较早下课 放学的感觉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要想了解 一下就是你们曾经遇到过哪些很有趣的事情 请各位写下来 我们先看女生这边 轩蓉 就是刚刚说的秀门口男生排队 还有换衣术 女校换衣术真的是 我觉得是我那个时候养成的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是有那个 比如说李化老师是男老师啊 然后每次我们就会 女生嘛 就会想说不要去厕所换 干嘛去厕所换 直接在教室换 可是在教室换 他又想说有时候男老师还是会经过 然后每次男老师都会说 你们可不可以注意一下 毕竟我还是个男的 然后 对 很委屈喔 对对对 然后就会 后来我们就会想说 那会就变成是 我们就会把衣服就是 可能把裙子套在上面 然后里面再自己这样换 像个斗篷一样 所以就还蛮会换 换衣服 对 还蛮会换衣服的 然后其实女孩子的 我们的裙子下面都穿了短裤啊 对 四角的 因为有很多女生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体育课 然后怕忘记体育服 她就从出门那一天 她就穿在里面 对不对 小田都穿 所以你体育课的时候不但制服 你还得把体育服穿里面 我都穿好了 都穿两套 对不对 就怕忘记 对啊 裙子一解就好了 万无一失 对 但我们的服装 不是这种两截式的 因为我们读护校 所以是护士服的那种裙子 好 那你OK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换衣术的话 我们是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换衣术 就直接拖 就直接拖 女生看女生 我们也不这样 有什么关系 没有在意老师的眼光 因为都是女生 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OK啊 因为女生跟女生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 就跟你们男生跟男生在一起是一样 对 就很自在 对比较自在 子彭刚也讲嘛 你们男生是不是很优雅的 是这样吗 最好是 听她说没关系 好来 我来看你的趣味是什么 我的就是说不仙女 因为大家会想像说 我们是白衣天使 对不对 然后就会很温柔 婉约 没有你想像中的这么美好 就是因为都是女校 就像我刚刚说的 大家都没有在意的 然后因为我们有很多都是住校 因为那时候互校比较少 对 所以很多的学生都是住校 那住校就是直接住在学校里面 对他们来说就是上课 就是起床就是立即上课 连牙齿啊 脸啊都没有血 没有刷 好可怕 就直接来上课了 就是想像就是 所以我们的男老师 就是对我们很破灭 然后对我们女校的女生很破灭 是我们就是学校的独有的特色 还是怎么样 但是就是女校 是太过于自在的 就是非常难够做自己 可是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相对自在也不觉得 有什么攻防的概念 对 没有 你也不担心别人会看 对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有点像在家里的滋味 对 在家里的客厅 没错 就是在家里的感觉 很自在 好 萧田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蟑螂头 OK 跟漫画 对 那蟑螂头是因为 因为我们以前有法规 对啊 那就是有些女生 就是想要稍微坐过来一下 对 然后就会留那个虚虚 就很像蟑螂虚这样子 可是被教官抓到 就是要剪掉 当场剪 当场剪 当场骨 那他要把它藏起来啊 对 要藏起来就是勾起来 不然就是夹起来 夹起来 对 然后教官走了 那个蟑螂虚再放下来 我们班每个人几乎都有两撮 我都觉得好白痴喔 我觉得很好笑 那个感觉是说 反正在聊胜于无 对 我不能留这么长 但是我就留那两撮 对 满足我自己 对 满足自己 是喔 就硬要跟教官做这种工房站 好 我觉得很好玩 但我真的觉得他每次被抓 然后被剪 我就 你瞧瞧别人 因为你自己在被剪掉嘛 对 我没有留张头 你没这么做 对 我就是男生头而已 对 然后那时候比较有趣 国中最开心就是 沉浸在漫画世界 画漫画 不然就看漫画 每天都在看漫画 你的一些小小转移 对 然后每天都 我还会画漫画给同学 还卖给同学 为了要买漫画 我只能以头脑欸 对 对 不然我没有钱买漫画 对 怪不得你忙啊 也对 因为你还有经营副业 对 有喔 好 说多了就 好 说多了就 买漫画 抓到 可是蛮 那你蛮有生意头脑的 对 你大概画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就是帅哥美女 都画帅哥剧组 可是是比较纯纯的爱的那种 对 我们也有人卖书 你卖什么 我们都卖那个书 真的 也有外文书 Playboy 原文的 真的 他就拿一整箱来 然后就放在那边 那我们也搞不清楚说 他说他真卖 那边说没有 一本十块钱 我们今天桌子分一半 我们这边讲的是纯纯的 很纯情 那边讲的就是比较 是纯纯的 很纯纯的 其实男生是有点笨笨的 子鹏你们学校有没有这样 有欸 我后来有补了一个漫画 因为其实在我后来想到 我们男校毕业 你知道我们会公然的 在这个校长啊 家长面前 学长 就会把所有的漫画 往楼上丢给学弟 那学弟他们就会下一届 然后他们毕业再丢给学弟 然后一直往上丢 往上丢 所以学弟还要抓得到 对 因为我们要抢啊 然后那漫画全部都是 就是都是成年级的 对 成年级的漫画 限制级 好 限制成年 对 然后是教官莫许 这个文化 这个传承 对 是传统 传统 第一 好 子鹏的同学差一点 炸了学校 对 烟雾蛋 因为我们会做 我们会有实验课嘛 对不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 男校就 反正男生就是都是想要 就搞事嘛 就整天不知道干嘛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把桌球啊 剪一剪 桌球就是桌球 体育课桌球剪一剪 剪成碎片 然后放在实验室的 那个铝箔纸里面 然后把它弄成一个 上面有一个孔 然后你只要在下面点火 它会冒出那个烟是 哇 超大的 然后我们一做就上瘾了 因为我们现在走廊座 一放 哇 整个走廊都是烟 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后来我就做了一个 世纪大的这个烟雾蛋 然后走去校园的这个 花花园那边 想要点点看 然后一点烟烧到一半 然后就整个火就烧出来 好危险哦 然后我就拿着那个保特瓶 冲过去这个 这里灭 那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 原来在火场是这种感觉 那个烟超大的 然后我要过去浇洗 然后那个烟整个冲到我的脸 你的眉毛没有被烧掉吗 所以这是画的 我们要看一下 他因直播了 天生有眉毛如果被烧掉 原则上应该是会长回来的 可是好 没关系 妈妈还是生得很好 眉毛还在 眉毛在眉毛 还有一个其实很好玩 就是 因为以前我们会有很多 那种垃圾袋 就是譬如说便当 或什么那种提袋 然后其实大家知道 只要把提袋 里面装水 然后装到全满 水球 对 然后没有没有 你从三楼这样往一楼放 然后那个 砰的爆炸声是 会让惊动整个教官室 然后教官开始出来查 但什么都查不到 就只有一滩水 所以我们也其实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做错 但我们就很喜欢找这种 调皮的事 然后让自己的 沉闷的 男校增加一点 乐趣 精彩 对 好了 因为我跟你讲 就是隔校如隔山 哪里知道他们都在做什么 好特别 我来分享一个 就刚刚小田不是讲那个 髮镜吗 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 就是头发就是什么 耳垂一下几公分 我记得那个时候 就是不能过下巴这边 那还好下巴比较长 所以可以长一点点 可是重点是一定要露额头 而且一定是规定要这样 这种 OK 我就很不能 我不喜欢露额头 所以我就一定会有刘海 那怎么办 教官看到的时候 我就快点把髮夹拿出来 然后就夹成这样 所以我有很多的照片 是长成这样 OK 然后再来就是 它就不会长 后来有一天教官把我叫来 高一萍来 就是我还是这样 然后她说 你为什么前面那个头发长不长 因为她有发现 因为刘海夹跟真正长发夹 一看就知道 对 不是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是自己在家里 拿小剪刀修修修修修 对 我不乖 不要跟我学 但现在也没有发镜了 所以没差 对 好啦 今天这样讲起来的话 感觉上真的是楚河汉界 大家都有很多疑虑 让大家一直不断的 有很多不同联想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边好不好 好 来 男女分校会碰到这些问题吗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男校有霸凌 请问女校呢 小圈圈有没有霸凌 有 有举圈没举差 有 一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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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有自己亲身经验过吗 自己经验过 没有 小田有 有 说来听听 我人生第一次被霸凌 就是在国中 真的啊 对 我第一次感觉到 人原来可以这么坏 其实国中霸凌 没有 不会去什么耍狠 或打人什么的 我们没有那么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一个 气 蛮有气质的 有气质学校 是的 但是他们可以排 这跟气质没关系 但他们可以排挤你 对 他们不会有肢体上的动作 可是他们排挤你的心灵 其实就受伤了 尤其是我二要三身 二升三 最重要的时候 那个关键 都一直在处理这个人际关系 那这个其实点就是 还是因为漫画 因为好死不是 我们学校对面 开了一间漫画店 那我们每天下课 就是冲去漫画店看漫画 那这时候漫画店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可口 不是可口 小鲜肉 一个高中生 帅哥 那其实我们去看漫画 也会顺便看一下 那个帅哥 一定会 就是看一下 然后觉得很开心 来继续看漫画 可是不知道某一天 我就跟那个帅哥 我们 不知道某一天 我就跟那个帅哥 我们竟然聊起天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可能 你是看哪一本 就这样聊起来 然后因为以前没有什么手机 只有室内电话 还交换了电话 但也就仅止于此 就是去漫画店会 聊个几句就很开心的 就这样 那结果班上那个 主要那个小圈圈的那个女生 也喜欢 然后我就被排挤了 然后他的排挤是 因为班上有好多个小圈圈 大概三大团体 就是那三大团体都不能理我 如果理我的话 就会像我一样都一个人 被孤立 对 被孤立 然后比如说像 要分组 没有人要跟我一组 故意的 然后就是老师就说 好 你们八个 八个 那怎么剩你一个 然后甚至就是比如说像 毕业旅游的时候 他们也是故意不跟我一组 就是毕业旅行也就是孤立你嘛 反正游车下来 然后大家都成群结队 然后就你一个人那边 然后那时候 他们还跟我最好的朋友说 你不要跟他喔 对 这样子我们又一起不理你喔 那你那好朋友怎么办 就真的不理我啊 因为没有办法 那算哪一门字都好朋友 所以很受伤啊 然后比如说下课 都要吃饭 上课了 就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就没有人要揪我 对 那种其实是那种 心是很痛的 对 尤其是跟国际 大家是永远就是 我是中心人物 就突然变成一个被孤立的 而且我最夸张 我看到我有点吓到是 他为什么这么恨我 恨到我 我真的不知道 他一张桌上 因为我们桌子不是差不多这样大 他找了一张这样白色的纸 那时候他们还给我取外号 那时候有一部电影很有名 叫ID4 就讲异形 那我那时候二号 他们就叫我是ID2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我的外号叫ID2 就说我是异形 然后那个女生呢 她把ID2 用红色的笔写ID2 ID2拼凑成一个恨 然后后面的底色呢 她用蓝色的ID2 ID2把它补满 OK 整整一张放在她的桌上 放在她桌上 放在她桌上 表达对我的恨 还用透明电保护起来 就是为了卖画店的小男生 对 那你们不去跟老师讲 因为这个她需要帮助耶 她偏差得很严重 我跟老师说 我被排挤的时候 我觉得我需要帮助 可是老师就说 就是也真的 死之上帮助不了 顶多就说 你们不要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 完全无心念书 连漫画都不画了 我只是想转学 可是我妈就说 都三年纪怎么转 我说她转班好不好 转班也不行 从那时候我就变成公敌 然后甚至还把我的照片 画成猪啊 画成猫啊 贴在公布栏上面 在学校这样是OK吗 不OK啊 所以老师其实 应该可以处理的 可以处理啊 那老师真的处理不了耶 因为老师说实在 真的没有空关我们这些事情 那时候就是 一直以考试考试考试 所以我记得我 我初三下学期 我几乎都没有再进学校了 我都窝在补习班 我从事班 因为我等于 出三的时候 都没办法好好念书 对 对 然后影响到我后来就是 我会变得有点畏缩 然后人家是不敢看 男生 女校出来不敢看 不敢看男生 我女校出来我不敢看女生 女生的眼睛 我会对 我会有点微微回避 你还有那个女生的消息吗 因为毕竟毕业十几年 有有有有有 我们还是有互加Facebook 你还加她Facebook 真的 Lady 有提起这个往事吗 对 没有 Lady Go 对 但是都放在我心里 然后我也 那个曾经吗 对 我的毕业经验冊也蛮可怜的 我毕业经验冊 没有人敢签 很少 连这些就是毕业经验冊里面 照片都很少 因为那时候就是 他们在做主嘛 放照片 所以我的照片很少 毕业经验冊 两大页就这几张 他们其他都是很多合照 就只有我的照片很少 是 对 对 然后签名当然也 我也不太敢烦他们牵 对 那我回家我就开始用麦克笔 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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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 有有有 有受伤的 对 嗯 走出来 对 已经走出来 对 因为你现在贡献量丽啊 对 对 可以看他眼睛吗 合影 不是艾卜 吗 酸良的人可以 走出来 对啊 难免会有一些这种 往往都是因为太优秀 或者是太引人注目的人 会被被排挤 我觉得应该要跨过那个坎 那是有方法的 然后呢 既然都加脸书了 你说这一集他一定要看 没有啊 我觉得还是 因为人生还是可以很开心的 对不对 被人欺负被人 或者是曾经欺负过的人 因为都是年少无知 说穿了 他自己回想 他说不定都不记得 有可能 霸凌过别人的人 他会想说 不会啊 我们不是要好吗 他不觉得那是霸凌 不会啊 我都记得好清楚 感谢主 好 来 下一天 压抑青春情感反而过犹不及 OK 很多人觉得因为男女分校 你知道吗 就是人生就是现在关键点 你书念好 你未来是清空万里 你如果错过这段感情 去浪费在谈感情上面 你未来就是一塌糊涂 你会啊 会啊 对不对 很多长辈是这个思考 想法 我只是描述他们的想法 不代表我 所以各位赞不赞成 子鹏你赞不赞成 他完全让我忘记可以谈恋爱 我也是 真的 但是后来还是有谈恋爱 因为有机会嘛 有机会就很热 我后来也谈了一个 你也很大 但是不会特别去想 没有什么压不压抑的问题 对 对 因为压抑我们就去看别人 所以不会压抑 不会因为男女分校而压抑了 不会啊 你天天反正后来像读剑中 放学反正就去看啊 就是OK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压抑 可是好 如果没有压抑的话 反而是更希望能够去接触到异性 因为在学校里全部都是同性 反而会更想 爱保有故事 对 对 没错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因为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 我又是一个很爱漂亮的女生 然后进入到女校 我虽然我知道我爸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我除了 我们也知道 刚刚他有讲 有 有 有 我们懂 除了我有 我的确觉得就是读女校 在功课上面的专注度 会比混合的来得更好 但是就是 所以我在功课上面的话 我觉得专注度是很好 所以我的成绩其实也是不错 但是呢 我也没有放弃去接触异性的机会 对 因为像学校会有社团嘛 然后通常社团最容易接触到男性 而且最受欢迎的社团就是热舞社 对 对 所以我就是 还有手拉着手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是一进去学校 然后就观察过这些各个社团的情况 就觉得 哦 不错 我要加入热舞社 判断力更坚定 对 更坚定 嗯 可以 这可以让我达成我的目的 很好 对 热舞社的男生从哪里来的 就是会跟别的学校啊 一起上课 一起上课 对 一起上课 因为学校的老师是从外面聘进来的 是 对 然后还会一起就是有一些舞展 对 共同表演的机会 我们就要共同练舞啊 对不对 然后这种时候就会很开心 哈哈哈 好认真哦 有出口 对不对 而且都是 这都是 有刷过牙洗过脸才出口 有 一定要刷牙洗 而且还要画一个淡淡的章 可是我想请问啊 杨琴就是 因为同性的学校嘛 那在这个年龄也算是一种情斗初开 是 会不会同性的学校 反而会有所谓的假性的情感的延伸 或者是发掘出来 状况是这样 可能如果说 呃 呃 这个这个 子鹏他有比较 呃 女性化的倾向的话 他其实会发生两种状况 一种是他是被霸凌 哦 就是一定是娘娘腔啊什么的 他就会这样子霸凌他 对不对 这种很容易 以前都会有 以前非常容易 那另外一种方式是 可能确实会有 可是他可能也不是 呃 真正的有同性倾向 但是呢 可能就会跟另外的人就走得比较近 嗯 就是我 我 然后比较近 但比较多谈心 嗯 那这时候会产生类似的 所谓好像恋爱的感觉 是 但是可能慢慢的 他也许也遇到了他喜欢的女生 我也遇到了另外一些我喜欢的人 这个事情就就解决了 很多特别是在 因为环境太小嘛 嗯 所有的同性环境 如果太过封闭的时候 都会产生这种状况 军队 嗯 监狱 是不是 会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状况 那男校也是其中 男女校也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个状况 其实不是你个人真正的有那样子的倾向 但是到最后 他大概你释放出去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恢复他原来的状况 是环境造成 我们会崇拜学姐 比如说篮球色的学姐 也是可能男生头很帅气 然后像我们学校就是漂亮女生 真的不吃香 吃香的是帅气的学姐 比较面的女生 对 然后那学姐都收到很多情书啊花 尤其在毕业的时候 对 那高中会比较 高中的学姐会 因为她又更成熟了 对 会更有那个味道在 对魅力在 可是像我们国中如果说 像我们剪了一个男生头就 很不适那个味道 对啊 对 我们就会想要去模仿 对 然后像那样很受欢迎的学姐 就会收到很多情书 对 以前也会崇拜仪队啊 会啊 会那种头发 然后又是 你不是仪队啊 你应该 我是司仪 好 更上一层 然后都听你的 是 你很厉害 好 OK 就会觉得 对就是有那种学姐 帅性的感觉 对 如果你一直有机会去接触到 其他学校的另外的 异性 异性的机会 像这种假性的机会就变得很低 但是如果一直是被关在学校 像住校这种状况 很容易因为24小时都在一起 都相处 有啊 有的女孩子也会互相 像我记得以前在学校嘛 大家会互相喊老公啊 明明就是同班同学 他是我老公 就是比较像 老公老婆相称啊 帅气的那种女生 来 接下来看这边 毕业后 反而恐男恐女 我因为是从国外转学回来 所以我曾经在中学的时候 有一年是念的是男女合校嘛 那当然从小小学来什么 都是男女合校 那我在北一女那一年的时候 我有察觉到 很多女孩子其实不太知道 怎么去跟异性相处 OK 可能你在家里面 有哥哥弟弟啊 那另外一个男性 就是自己的父亲嘛 但他这并不代表一个社交 后来我在进大学的时候 我就有察觉就是说 原来就是都是女校的一些同学 他真的是进入大学 才开始真的跟男生 有互动的时候 他们是有点懵懂的 可是这是我个人观察 OK 那你们自己觉得 念了女校以后 可能除了爱宝以外啦 然后就是也不一定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真的可以 就是大家都在同一个学校啦 教室啦 或者真的开始有很多联谊的活动了嘛 是被社会各方面都认可的了 可以正大光明的交异性朋友的时候 反而有点措手不及 或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去交 有这个问题吗 我自己是有 轩荣友 来 我自己啦 因为 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 就是都很自在嘛 就觉得女生反正也不用顾什么形象 然后可是到大学就是 我自己是有 轩荣友 来 我自己啦 因为 因为我那个时候高中 就是都很自在嘛 就觉得女生反正也不用顾什么形象 然后可是到大学就是 有男生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其实不敢看男生的眼睛 我都是低着头 然后走我自己的路 然后或者是旁边身边会有女生朋友 才会比较自然 是 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就是有发觉到自己 有这个方面的状况 男生同学可能就会跟我女生同学说 他好冰山哦 就以为我 对 冷冷的 其实殊不知我 我跟你之外 我身爆发了 好久之外 没有 说不知是 我就是不太敢就是眼神交流 原因是什么 是你觉得是害羞 还是说不知道怎么表达 但是不知道怎么相处 对 应该是说我如果要跟男生相处 我一定就是兄弟兄弟 然后 对 就是说哎 怎么样 然后我会自己变得比较中性一点 个性一点 这样 对 比较man一点 但是情感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对 然后我就说哎 好朋友很好啊 可以走一辈子这样 嗯 就是我我不太会去 我如果知道对方有 对我有意思的话 我就会 尽量避开 嗯 对 嗯 你有欣赏过哪个男生吗 就像那种漫画店的这种情境 就是哦 他好可爱 我很喜欢他 有 一定有 一定有 那反而就是 会 个性也比较被动啦 因为也不会主动出击的那一种 对 嗯 所以默默的就 过了 对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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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鹏 嗯 你跟异性相处 我觉得印象很大 在男校待太久了 对啊 就是 就是 就你知道我 自从我上大学之后 然后我的室友是师大附中的 对 对 然后那时候 因为他还有女朋友嘛 后来他们身旁都有 好 他们出去就是一群 就是男生女生都有 但我们出去 因为男校出来的出去就是一群男生 然后跟我们好的女生就是像兄弟兄弟的 不会有那种真的是 我们只要一到遇到欣赏 哇靠 我就不会做自己了 然后真的谈恋爱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叫贴心 什么叫浪漫 到底女生在意的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就是用我们男生那种臭男生的想法 然后去觉得这很好啊 然后女生就 受不了 就打脚了 打脚了 打咖这种 好 对啊 所以那你觉得大概几岁的时候 可以开始真正是说在一个教室里面 或者平常就是有日常很正常的一些相处 会是对男生在两性教育上面 比较有帮助的 我觉得 国 国二 国三的时候 因为我大概国三的时候开始 因为我国中也是男校 但是也是有一班 树里只有班 有女生 然后其中有一个 我们那时候会互传纸条 就我们会责爱心啊 折粉 就一个女生 你都会跟他互传纸条 其中一个女生 其中一个 他说本来只有一个女生 听错 好稀有 他都是在走稀有路线啊 然后我们就就就就会就会传纸条 然后里面就会有什么 我觉得我就称他女儿 还要称我把笔啊 这种就是很怪啦 就是 然后传 然后我那我到纸条 到现在都还留着 我忘了带 就我有一箱 他叫你把笔 你叫他女儿 对我还记得他叫章鱼 哇好尴尬啊 希望他不要看 他的名字叫章鱼 以前就是我们在互传 他的笔名叫章鱼 因为那时候还有是无名小战的时代嘛 然后即时通 那这次都还 然后没有智慧型手机 所以我们只能传简讯 然后一天他传一封简讯给他 然后他回一封简讯 他叫章鱼 你叫小卷 我叫 好朋友 我只是给你好屁嘴 你自己去说 对啊 就我觉得国中 国中开始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 我整个国中 虽然没有交女朋友 但是我觉得我为情所困 就是每天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就看不到他 我就心情就很不好 OK 然后扫地时间 就故意扫去他们前面 所以认为说男校的这个作用 其实在你身上 是没有起作用的 就是你反而更会觉得说 女孩子的那个世界 让你非常的有想法 就是所有都是想象 困惑 困惑 就不懂嘛 所以听到那时候 以前听读女校的朋友说 他们在教室 有时候很热 衣服是会卷起来的 他们说 卷起来 我怎么从来没看过 你想太多 从卷起来 其实里面还有个内衣 对啊 卫生衣 爸爸说一定要贴身 才暖和 想象破灭 对 因为你要去想 其实女校的女生 我们也是刚长大 我们就是从那个 五六七八岁 然后后来到了中学 我们其实为什么可以就这样子 好像没有顾虑 同性 因为我们在家里都是这样 其实后来才社会化说 其实会有人在看 可能有人会偷窥什么的 这是后来 其实在 而且我跟讲 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的完美的画面 对 女生有时候也臭臭的 真的啊 我们上完体育课 也不会想到哪里去 对 我们操地还会拿出那种 放一个礼拜三民族 对啊 都有 都有 你不敢相信 而且女生球鞋穿久了 脚丫丫也很臭 臭 都很幻想太多 你不知道 我就喜欢那个味道 好 不要理你 来啦 好了 今天聊得太开心了 好 就过来 男女分校VS 男女合校的优点大比拼 那男女分校的话 当然啦 或许真的比较能够专注于客业 再来就是减少异性带来的压力 好 另外就是自我实现相对自在 因为气质温柔的男生 还有擅长理工的女生 好 没关系 OK 来 男女合校呢 就是比较早可以学习跟异性协作 然后再来就是认识性别角色的差异 还有就是呢 比较能够正常的认识异性 而不是透过偶像剧啦 或者是色情片啊 或者是一些自己所幻想出来的情境等等 对大家都赞成吗 赞成 好 来 专家 这看起来就是 我们的中学教育里面 一直到今天为止 就是缺乏情感教育 对 丢了很多所谓的性别教育的东西 性别教育其实跟情感教育完全没有关系 性别教育只是自我对于性别的认同的问题 它其实是一个权力的核心 它核心是一个权力问题 但是情感教育是你要跟你想要谈恋爱的对象中间 你要理解 要有很多的教导 不同的性别它对于很多事情的反应 对压力的反应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怎么样能够很有礼貌的很尊重对方的 然后再做交往 这些东西都没有没有教啊 没有教其实因为学校老师也没有被教 他们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婚姻生活 或者他们以前的恋爱生活 其实这个东西实际上应该是要在我们的发育以后 其实就应该开始教这个东西 应该很自然而然的让大家嘛 世界因为就两种人 一个是女生一个叫男生啊 对很自然的大家知道要如何去相处 或者所谓的社交 所以我就在学校后来我就开了 你要叫什么 爱情关系管理 爱情关系管理听见没有 就要有这个真正的情感教育 要被 对 其实两性的相处是有很大的学问的 这也是一直我们在转转发现爱里面 希望能够潜移目发啦 透过一些好像比较风趣的一些对谈 然后呢去发觉到就是真正的 我们应该是如何去学习 OK 然后呢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呢 的故事都很精彩 然后也都回忆了 回到那个时间 时间点 其实是真的很快乐的 然后我觉得呢 你可能也今天开始对女校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 或者是对男校有一些曾经的一些迷思 你都慢慢的比较清楚了 OK 那我们国内呢现在啊 好像比较偏向于男女分校的学校 大多数都是属于第一志愿学校 在之前以前你们看到 如大家很熟悉 像明川大学以前他都只收女生的 后来他也开放有男生的 师大附中也本来是一个全男校 那现在也有女生等等 那在国外也有很多的军校本来都是只有男生的 后来他们开始也慢慢的去收女生的学生 不论如何我觉得今天我们谈论的诸多 你可能是有自己的立场 你是你自己的那一派系的拥护者 我们都很尊重 但是在这边呢既然聊到学校 还是要感谢曾经尊尊教会的诸多老师 还有教官们 你们辛苦了 OK 你们让我们留下了青春当中很多不后悔的回忆 可能让你们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谢谢您 也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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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